對於拉法業建案仲裁結果出爐 讓當初負責簽訂本案的前建管事主任 雷學明 表示說這是老天有眼 還了他一個清白 但是一直緊追拉法業建案的民進黨 立委賴清德則是質疑 說雷學明和前行政院長郝伯春 都是當時的主事者 應該要出面 把佣金的留相等事情交代清楚 拉法業案佣金判決出爐 臺灣可以拿回270億台幣的賠償金 當時負責簽訂本案 後來還因此遭逢牢獄之災的前建管事主任 雷學明覺得很欣慰 眼眶含淚的說 終於還了他一個清白 上天有眼 大家這個冤情得深 我們三軍也都能吐一口氣 因為我們三軍的一個高級的軍官 中級的軍官 我們都沒有貪污 我們都沒有在這裡洗天 在這裡面有其他不發的事情 至於當時擔任蔡謀總長 還指定雷學明到法國考察的郝伯春 也有兒子郝文斌出面喊話 今天這樣一個法律判決結果 我想真相大白了 也還了我們中華民國海軍清白 雖然這是一個遲來的正義 主事者覺得這個判決 還了他們一個公道 但民進黨立委卻認為 還有其他疑點需要去釐清 雍金到底流向哪裡 我想涉嫌最大的當然是主旗試者 包括這個郝伯春以及連學明等 都是當時主旗試者 涉嫌重大 我們希望檢察總長黃世民 一定要深入調查 勿往無縱 拉法業的商務務仲裁結果出爐 只是揭開了這個案件的部分神秘面紗 但雍金到底流向何方 沙子以清風的凶手到底是誰 都是一團需要繼續解答的謎題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